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部分的高水平运动员在这个总结上会选择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这个运动员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 他跟前面第一个数场的加拿大选手是一对双人配队 双人的搭档 而且他们俩的双人的水平呢 还是比较高的 常常获得奖牌 两个人也搭档参加了北京奥运会 好像仅次于奥运会和市井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 从1979年第一届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第17届比赛了 在1985年 93年 06年 和08年都曾经在中国举办过 这是第五次来到中国 来看第二轮动作 加拿大选手本飞拖的第二跳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这个动作可以说对于所有的女台选手来说 都是极其重要 甚至是决定名次的一个关键动作 还是不错的 这位男人确实不容易 他这个脚上有伤 那天呢 第一天的比赛就 跳了一个动作时间 他就弃拳了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了 那么在昨天的女台双人比赛当中 他又坚持上场 虽然跳得不是很好 但他都有精神 今天你看出场的两个动作 都跳得不错 207C 现在107具体 半决赛又落后了 跳舞比较好 决赛的决赛这个动作跳得很差 世界杯的单人比赛 经过三个阶段 预赛 半决赛和决赛 预赛的前18进半决赛 半决赛的前12进决赛 来看这是加拿大的费力翁 也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他的打开还是比较稳的 这运动员 但是其他的高度差 上升往下倒了多了一点 没有立足上升的位置 甩的比较厉害 但是他打开比较稳 水花大一点 这队员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比较稳定 实际上从他的体型来看 他并不是那种 就是很轻巧的队员 然后从这身体上呢 也看不出来很明显的 肌肉线条 所以说 入水的感觉非常好 他不是入水的水花也很好 他的向前的动作结果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向后动作呢 跟向前比较起来 稍微要差一些 因为他从去年吧 全运会也经受了一些锻炼 拿了个第四名 在上半年的比赛呢 也拿了个冠军 所以他还是在逐渐的成熟 虽然年龄比较小 但是呢 唯一的就是 国际比赛参加的不太多 因为他刚刚出道不久 对 但他的入水的效果非常好 就是他的这个水花啊 压得很好 而且人比较瘦小吧 就很容易获得高分 刚刚这是第三轮的第一个 加拿大选手本飞拖 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可以 对这个运动员来讲 他翻腾的能力上稍微欠缺一点 翻腾的能力上稍微欠缺一点 翻腾的低了一些 但是用水的脚后还是长得上 我才可以 稍微不够一点点 牢固的他的技术 他的体操的水平非常高 所以跳水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来看飞离翁 向前翻腾三周半 很有力啊 灯台我们都听到砰的一声 体跳非常有力 可惜在入水的时候呢 身体的控制差一些 水花没有压住 水花比较大一些 灯台很好 起跳有力 空中有点弯膝盖 入水的松得太早了 水花太大 跳水运动员 他要求运动员 素质是非常综合的 既要有力量 其实还是要有很好的 这个柔韧 后来冒一点 这已经是这次世界杯 女台的第三场比赛 前面的两场 胡亚丹都是排在第一位 陈若林第二 来看第四轮 简单大队的本飞托 向后翻腾三周暴戏 这个运动员的向后的感觉比较好 所以他用了翻腾 向后翻腾的动作 没有用转体 他上一轮在207 他的这个倒立真让人担心 忽伤忽伤的 就因为这个倒立 他们有完全的逆直 还在调控当中 就在进入翻腾 所以影响了 他这个打开 翻腾有点太快 打开的时间晚了 这个动作对他的影响比较大 丢了很多分 太可惜 其实差了些 61.05 如果在最后一跳结束之后 中国队再次夺金的话 将是第115枚 最后一轮动作 加拿大选手本飞托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这位选手前一个动作 有些事务 要不然他可以进入前三名 希望更大 上面排名在第四 目前排的前三的是 胡亚丹 陈若琳和美丽珊 比较准其立 parameters 而美丽珊 拿五 来看飞楼 加拿大选手 最后一跳 只有两个人没有选择五组 打赏 有一个人选了六 他选了一个人 对 最后一跳 比较顺当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他就是没有太大的失误 对 整套动作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呢 也没有太大的失误 他这个入水就看不清楚给人感觉 宫东已经到水里了 反正也没有砸 也没什么漂亮的东西 看不清楚身体线条